这是修学佛法终极的目标 真实的目标 求生进度 这个心要捏捏放在心上 什么时候求生进度 今天求生进度 不要等明天了 不要等明年了 你求生进度的心是真心 那今天佛没来接应你 佛就说你还有一天使命 你要帮助的要苦难中心 一年没来接应你 你这一年呢 你要帮助中心 我们念念盼望着 阿弥陀佛来接应 决定时候到了 阿弥陀佛决定来了 一点都不怀疑 功夫在哪里呢 下面讲 发菩提心一项专念 给诸位说 十大愿望就是菩提心 修学的目标 就是精提上末后的五个字 清净平等觉 我用什么方法 修清净平等觉 用发菩提心一项专念 遵修普贤大事之德 遵修 心地清净 没有染污 没有什么染污呢 没有自私自利的染污 没有明文立扬的染污 没有贪嗔痴慢的染污 没有烦恼 没有烦恼稀气的染污 这叫清净性 清净性在提升平等性 平等性 没有高下 换一句话 嫉妒 嫉妒 傲慢 诚惠 完全没有了 平等性先前了 跟一切众生平等 跟诸佛如来平等 跟卧道众生也平等 为什么 都是一个发心变现出来 用心像一面镜子一样 我们现在用电视 就像电视的屏幕一样 里面的色身 再多再复杂 屏幕一丝毫没有染住 所以屏幕给我们实现的 就是清净平等 我们的心要跟屏幕一样 这个世间 无话罢门都在我们的周围 也丝毫不染 这正功夫 不是不接触 接触而不染住 这个就是诸佛菩萨的本事 一向专业 一个方向 西方极乐世界 一个目标 清净阿弥陀佛 这叫一向传言 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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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